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落的娇嫩欲低 处处动人 母亲为偿还巨额赌资 给她报名参加香港小姐 蔡绍芬不负众望 一举夺下季军头衔 原以为这是幸福的开端 不料亲生母亲却将她推向深渊 为了获得更高昂的赌资 母亲设计蔡绍芬送到富商刘鸾雄床上 面对母亲如此无礼的安排 蔡绍芬不敢反抗 或许是涉事未深的原因 在刘鸾雄甜言蜜语的攻击下 蔡绍芬逐渐沦陷 不过单纯无知的蔡绍芬又怎能意识到 她不过是刘鸾雄原配保永勤 与贵妃李嘉欣之间的一颗棋子 刘鸾雄的后宫团向来风起云涌 在蔡绍芬之前就已囊括了李嘉欣 关之林 洪心等人 而其中最受宠的当属李嘉欣 恰逢当时李嘉欣正和刘鸾雄冷战 听话懂事的蔡绍芬自然备受青睐 刘鸾雄不仅为她举办了轰动一时的18岁生日宴会 她也在一众莺莺艳艳中脱颖而出 赢得了郑姑娘娘保永勤的青睐 保永勤不仅派人专门教蔡绍芬礼仪和英语 还让她代替自己陪同刘鸾雄出席各大宴会 懂事的蔡绍芬也让刘鸾雄对她信赖有加 除了大手一挥送了多处房产 还替蔡绍芬母亲偿还了近八千万的赌债 令人意外的是 不久后蔡绍芬怀上了刘鸾雄的孩子 此时瞬间引起轩然大波 保永勤可以忍受丈夫在外边采旗飘飘 但绝不意味着她可以把自己苦心经营的家业拱手让人 于是她萌生了一条毒计 先是专门请风水大师查探蔡绍芬的拍像 买通大师让她当着刘鸾雄的面 说蔡绍芬怀的孩子自带富贵命格 此后要好好照顾 果不其然 刘鸾雄对这个孩子更加看重 还特意为蔡绍芬专门举办了一场宴会 保永勤此时目的才真正显露出来 她故意将蔡绍芬怀孕一事传到李嘉欣耳中 李嘉欣一向嚣张跋扈 她歇斯底里地冲进宴会 一脚踹到蔡绍芬的肚子上 蔡绍芬被打到流产 而刘鸾雄也因痛失爱子 彻底将李嘉欣打入冷宫 蔡绍芬想明白此事的深意后 为了自保 也显着了退出 保永勤不费吹灰之力 一时二秒除掉了丈夫身边的两个女人 结束了长达六年情妇生活后 蔡绍芬一心投入到事业中 她先后出演了《大话西游》 《妙手人心》等多部电视剧 屡次荣获最佳女主角之称 甚至被誉为 千禧年代无限五大当家花旦之一 不过尽管她曾一年内出演五部电视剧 但片酬却一分没留下 原因竟是母亲觉得 自己女儿已成了大明星 所以在赌场上的愈发不节制的挥霍 蔡绍芬的钱全部被她用来赌博 没过多久 就又在外面欠下超过百万的赌债 更为过分的是 当媒体问起蔡绍芬与刘鸾雄一事时 她大言不惭地表示 蔡绍芬是自愿跟着刘鸾雄的 这句话无疑让蔡绍芬对母亲失望到极点 这一次蔡绍芬再也无法忍受 于是她在公司的协助下 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断绝母女关系的消息 多年之后 蔡绍芬曾回忆说 那是她人生最灰暗的时光 或许是处于人生的低谷 所以当时无论遇到谁 都可能是救赎 在拍摄《创世纪》时 蔡绍芬遇到了正当红的歌手偶像 吴奇隆 说起来 两人能够迅速产生爱情的火花 是因为两人皆是同命先怜的苦命人 蔡绍芬是为了给母亲还债进入娱乐圈 吴奇隆则是为了给父亲还债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下 这对俊男靓女迅速堕入爱河 吴奇隆并不介意蔡绍芬的过去 对于她的家世 也从不做过多回应 不仅如此 她对蔡绍芬是出了名的体贴和细致 一度被媒体认为两人好事将近 谁曾想 这对音隙结缘的情侣 很快也音隙走散 2001年 吴奇隆转战内地拍摄《萧十一郎》 在剧组认识了年轻貌美的玛雅书 不知是贪图下半身一时爽 还是打心眼觉得遇到真爱 两人一发不可收拾地堕入爱河 为此 吴奇隆一边瞒着远在香港的蔡绍芬 一边在剧组与玛雅书暗戳戳互动 不过只终究包不住火 两人的私情最终 还是被同在剧组的朱音发现 为了保护好友不在爱情中受伤 朱音斟酌后将此事告知了蔡绍芬 蔡绍芬得知后也没有犹豫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分手 这段被大众祝福的感情 最终也没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情场再受打击后 蔡绍芬很长一段时间没能恢复 直到2003年水月冻天的拍摄 让她遇到了青涩的张静 拍摄恰逢非典期间 蔡绍芬普化并不算好 在内地几乎无处可去 而全剧组只有张静一人会讲粤语 无人可倾诉的蔡绍芬一闲下来 便会去找张静聊天 在之后的日子 张静火速对蔡绍芬展开攻势 但两人的恋情并没有得到外界的祝福 彼时的蔡绍芬已经成为TVB四大花旦 而张静不过是个十八线小演员 尽管外界唏嘘一片 两个内心坚定的人 还是义无反顾走进婚姻殿堂 婚后 蔡绍芬毫不吝啬对张静的夸奖 赞叹她给足了自己足够的安全感 甚至敢于当众宣布 张静能够接受她所有过往 证明两人情敌金尖 许是爱情的好运加持 婚后没多久 张静就凭借一代宗师 荣获金像奖最佳男太 站在台上 她第一件事便是感谢妻子 蔡绍芬这么多年 给予她的支持和鼓励 而台下的蔡绍芬 早已感动得泣不成声 与此同时 蔡绍芬也凭借《甄嬛传》中 心机深沉的皇后一决 迅速打开内地市场 之后更是平凡和丈夫张静 以及孩子出现在 内地各大综艺节目当中 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 为了更方便在内地开展事业 以及对孩子上学问题的考虑 蔡绍芬举家搬到了上海 没想到才过去一年的时间 她便带着家人搬回香港生活 着实让人震惊 消息刚被曝光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表示不相信 近年来蔡绍芬的工作 基本稳定在内地 如果搬回香港生活 万一碰到疫情 必然会影响之后的工作 但没过多久 上海豪宅租售市场 就忽然出现了一条 引人注目的信息 还特意强调 蔡绍芬刚搬走 可以直接入住 蔡绍芬和张静夫妇之前 所住的豪宅 位于上海新天地 面积324平米 四房三厅四位的户型 装修奢华 每间房都有落地窗 家电家具地暖 各种设施 一应俱全 价格超过千万 而他们搬回香港的原因 可能就是夫妻二人 在内地的工作安排 并没有达到蔡绍芬 夫妇想要的效果 自从浪劫结束后 蔡绍芬的热度逐渐降低 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架势 因为普通话的原因 导致节目效果并不太好 张静也很少 再有较高的曝光率 而且两人早期的主营市场 还在港台地区 内地发展后 港台节目也会有邀约 再加上蔡绍芬在香港语言交流 更流畅 与其在国内参加综艺 同样的效果下 不如回到香港发展 近日有网友 在某街边小店吃饭的时候 偶遇蔡绍芬并拍下照片 曝光的照片中 蔡绍芬独自现身小店吃饭 老公子女都不在身边 很是接地气 虽然她没有戴口罩 但似乎并没有太多人认得她 一旁的人没有刻意上前围观 乐得自在的她 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 只见她没有化妆 以素颜示人 她的上身穿着白色衬衫 下身搭配黑白色长裙 一头长发扎了起来 打扮朴素但难掩气质 回港的这段时间 一家人过得很简单 前几天 蔡绍芬就晒出了一家人 出外游玩的照片 大家一起到海边看风景 到公园荡秋前 生活很是休闲 对于蔡绍芬 很多人都羡慕他们一家 与张静甜蜜恩爱 还有三个可爱的孩子 无疑是人生赢家 不过蔡绍芬也曾在节目里坦言 婚姻全靠强忍 引起网友们的关注与议论 不禁怀疑 不禁怀疑难道他跟张静的甜蜜 是演出来的 只是迎平情侣 实则婚姻并不幸福吗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就错了 蔡绍芬与张静的婚姻 的确幸福真实 但更多的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更多围绕着孩子转 尤其蔡绍芬作为母亲 带娃的心酸 想必宝妈都深有感触 有幸福与温馨的同时 更有痛苦与泪水 蔡绍芬坦言 自己自从当妈后 十年没睡过整觉 每天凌晨起来照顾孩子 还要做饭干家务 而且自己是照顾三个孩子 有很多瞬间是崩溃的 全靠强人挺过来了 他还提到 婚姻中除了跟老公相处外 更多的就是孩子了 所以这所有的强人也是值得的 正是因为承受了痛苦与折磨 才会有了现在的甜蜜与幸福 不知不觉 他已经49岁了 但身材苗条 动灵有数 状态大好 难怪一直演出邀约不断 不知道这次回港 他是否会再度出演TVB的剧集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关注